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也知道 其实在上个赛季山东南南在龚小兵的代理之下取得不错的成绩 后面因为龚小兵久价 他也是直接从山东南南辞职去到其他球队任职 这样的一个决定 其实对很多球迷来说确实是一个很糟糕的消息 因为我们也知道脱离了龚小兵之后 整个山东南南在本赛季取得的成绩真的是一团糟糕 我们看到从目前来看 徐昌所带领的山东队的成绩 确实是一团糊糊 那么也看到虽然说丁燕宇航已经回归 加上陶汉林和高西燕三个主力 都没有能够带着整个山东队取得好的成绩 确实也是很多球迷大失守望 虽然很多球迷也都期待说龚小兵 接下来能不能够重新回归山东南南 继续带队争战CBA呢 而从目前来看 那么我们也看到山东南南也是终于下定决心 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也是继续啊回请龚小兵呢回到山东南南 就在最近那么我们也看到了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那么主教练龚小兵现在呢是再次出现在山东南南的训练基地的赛场上 当然这一次呢龚小兵并不并不是担任中啊这个山东南南的主教练 而是担任他们亲训的一个主教练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一次啊龚小兵主要是负责山东南南亲训体系的一个建设 那么负责青年球员的一些啊这个接班人的搭建等等 当然从这一点我觉得呢对山东南南来说 那么他们呢已经是取得了重大突破 也就是起码呢龚小兵已经回到了山东南南 并且呢和山东南南的一些人才建设啊 球员朋友呢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最关键的是呢 那么其实只要龚小兵踏出了这一步 我觉得下一步去执教山东南南的一个CBA球队呢 也是板上钉钉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此前我们可以参考上一次 龚小兵执教山东南南的一个经验 在此前呢龚小兵就任山东南南主教练之前呢 他也是先担任山东南南的总教练 并且呢是组织啊这个亲训的一些工作 结果没有想到呢到了第二年呢 也就是几个月时间过去之后呢 那么龚小兵突然摇身一变就成了山东南南的主教练 所以这一次啊龚小兵已经回归山东南南抓这个亲训工作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也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后 或者说在这个季后赛的同时呢 他也会摇身一变空降到这个CBA球队呢 担任山东南南的主教练 替代徐昌所来执教这个山东南南呢 我觉得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啊目前龚小兵的动态呢 对于龚小兵他的弟子陶汉林来说呢 也真的是一个好的消息 他也终于等到这一天 我相信龚小兵出走的那一天呢 那么陶汉林一直都期待这个恩斯能够找日归来 那么现在呢已经能够进入到亲训工作 那么对于龚小兵而言呢 其实也是啊这个重大的一个突破 我们也期待了 他接下来能够重新执掌山东南南主教练 那么帮助山东南南在本赛季当中啊 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